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講這個Data Augmentation 從這個Learning Theory的觀點來看呢 我們知道的是,其實最好的方法 你要去減少這個overfit啦 或是要 learn 得好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有拿到Infinite Number of Data 對不對 你如果有Infinite Number of Data的話 那問題就解決了 那當然實務上不是這樣嘛 因為其實你有Infinite Number of Data 跟你吞不完 對不對 好,那不過從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就是說如果今天對你的Problem來講 那個時間是可以接受的情況之下 或是你的Resource 比如像Memory啊或Storage啊 是可以接受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其實你試著去collect更多的Data 不見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好,那當然有時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 去improve你的這個model的generalizability 好,在某些application來講的話 其實,比如說如果你今天是一個online的這個service的話 可能collect的Data其實成本還蠻低的這樣子 好,那這個時候就可以不斷的去collect data 那你可以用online learning的方法 那漸漸漸漸的去把這個新進來的Data加進來 好,那你的model就可能會不斷的improve 對不對?好,那但是如果萬一你如果沒有Data怎麼辦 你就說我Data我就是從網路上download下來 就這麼多啊,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也沒關係 好,那有時候你還可以create fake data 好,你如果沒有辦法collect real new data的話 好,那你就create fake new data 好,那怎麼create fake new data呢? 那基本上概念也蠻簡單的 就是說,你就是試著如果今天,譬如說 譬如說如果今天是在classification的話 好,那如果你今天針對每一個這個 這個x跟y的這個example pair 好,那你就可以固定y 好,但是去把這個x呢,稍微做一點變動 好,那你就可以得到很多新的pair 好,那這些pair的y是一樣的 好,但是對x來講呢 好,有一點點不大一樣這樣子 好,那在某些application來講呢 做這件事其實是很簡單 好,比如說如果你今天是 這個x是image的話 好,那你要做的比如說是手寫字體辨識 那你會發現說手寫字體辨識 你的image就是一個手寫字體嘛,對不對? 那手寫字體你稍微把它做一點點 這個scaling啊,做一點點translation 好,比如說1,2,3,4,7,8,9,9 往上移一點,往下移一點 好,那稍微做個rotating 好,或是甚至是flipping 好,比如說有時候這個image 如果是要變成人臉的話 那你把它flip起來,那還是人臉吧 OK,好,那像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直接把這個x呢,做以下這種transformation 好,那你就可以打一個example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新的這個 new example pair OK,好,那拿去trans,那通常都會很有效 這樣子,只要這些data是對的話 這樣子,好,那這個不只在image object recognition 會有效,那其實像有些其他 我也像,比如說在speech 要去做speech recognition 好,那通常這個x的input 是一些比較low level的signal 但是稍微你對它做一些 比如說聲音分貝提高啊 或是音調提高啊,做這種 或是加快減半,稍微做一點 因為有些人講話就會快 有些人講話就會慢吧 那你也可以把它做類似的transformation 那就可以得到很多新的data 好,那把這些新的data 放下去一起train 你會發現其實performance的增進還蠻有顯著的效果 這樣子 好,那甚至在很多library裡面 比如說像charus 那這個它其實甚至會內建好這個data generator 給你,就是你就是跟它講說 你要用什麼data generator 放進來它就會output一些 這個有被scale過的這些example 那就可以不斷地去generate這些fake data 去train這個model OK 那不過這邊要很注意一下 就是說 這邊有個pitfall 就是說因為這個有時候太方便了 所以其實你就直接用了那個generator 可是就忘記了就是說 其實這一個transformation 是不可以隨便亂做的 就是說 這某些application是要小心的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你至少要把握原則是 你不能transform一個x 使得它的正確的y 因此改變 好,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比如說你如果要做這個OCR OCR就是從image裡面去recognize 那這個時候如果這個library default 會把你flip的話 那你就把它關掉 不然你就分辨不出b跟d 因為它變成你這個fake data 就會告訴你說b跟d是同一個label 因為你label不變嘛 懂意思嗎 那你也沒有辦法做180度的rotation OK 你可能大概做一個在90度裡面 還make sense 可是180度之後可能6跟9 大概就分不出來了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小心一下 好,那除此之外的話 那除此之外的話 其實在development的軟件 其實通常都是還蠻有效的這個方法 這樣 好 那 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觀察 就是說 其實你不見得 只可以 這個 這個 generate fake data 你甚至有時候 結果你的noise都會有效 這樣子 好,那怎麼一回事呢 就是說 其實有些study 他report說 這個neural network呢 即便你現在已經 比如說在某些領域已經train得很好了 像做這個object detection 在image裡面的這個object detection 其實已經做得跟人差不多了 可是 其實even你拿一個train得非常非常非常 performing非常非常好的這個 這個neural network 它可以辨識率非常高 那你會發現呢 其實你給 你把原本的這個 這個input 你加一點 這個perturbation perturbation就是 一點點小小的改變 這樣子 好 那有時候neural network就會 output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label 這樣子 OK 那我這邊就舉個例子 就是你對它 然後加上 這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你看起來是noise 然後乘上0.007這樣 所以加起來之後 其實你只是把原本圖做 非常非常小的更動 好 非常非常小的更動 那其實人在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兩張圖片根本是一樣 可是對neural network 它可能就會把它predite成不一樣 比如說你看下面 它原本有這個confidence 是57.7的這個confidence predite是panda 這樣 現在就變得 變得是這個基本 不知道什麼東西 而且confidence是99.3這樣 那 基本上這個就告訴你說 其實neural network 如果它運作的方式跟人還是有一段差距 這樣 好 那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很有趣的study 是說 這是 這是 Ian Goodfellow做的 就是說 你甚至有說這個 這個東西不見得是要是 是noise OK 你可以是所謂的這個 adversal point 什麼是adversal point 基本上是這樣 它故意就是說 我如果知道你的model 比如說我知道你的這個parameter是什麼 OK 那我就follow你的model 這個j指的就是我們常用的那個c 就是-c的意思 j通常指的是objective 那c的話是這個cost 對不對 那objective是越高越好 j是越低越好 那如果用j就是 通常就表示是objective這樣子 好 那anyway就把它當成是c 這樣 那假設我知道你的c 然後我知道你整個c的這個formulation是什麼 好 那我可以對這個c 然後對x 去做偏尾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偏尾的gradient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 如果x要沿著哪個方向動 才會讓我的cost最高 對不對 增高的最高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我follow這些direction 然後去generate出這個x OK 這是可以做得到的嘛 對不對 因為你已經知道這個gradient 所以你就star from 0 然後加上這樣子的gradient OK 然後這個東西呢 你只要乘個非常小的值 好 那就是像這個example 好 那你就可以騙過這個neural network OK 好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的就是說 其實這個neural network 其實並不會非常的robust 好 什麼是robust 我們說一個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它很robust的話呢 代表的是 你的這個input x 變得不多 那你的output呢 也不會變太多 或是你的這個correctness呢 也不會變太多 OK好 那我們稱這個叫做一個robust model 那這個neural network很明顯其實不大robust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一些方法我們可以讓這個neural network 變得比較robust一點呢 好 那如果follow剛剛的這個概念就是我可以inject這個fake data 對不對 好 那這個fake data可能是domain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要做這個noise robustness 或是adversal point的這個robustness 那我可不可以inject這個noise data OK 當然是可以的對不對 好 你想想看就知道就是說 反正我可以inject東西 只是train的出來 train不出來的 好那我就inject 所以我在train這個x的時候呢 好我稍微把它更改 好 就是我每次在train它的時候 我對它做一點點的這個random distortion 就比方說 加一些小小小量的這個random noise 進去這樣子 好 那it turns out就是這個方法其實非常有效 好 那其實在很多case裡面這個 它對general delivery的提升其實還蠻顯著 那加random noise的話 還不需要這個domain specific knowledge 對不對 好所以其實這個東西你就大部分的情況都可以使用這樣 好那各位想想看 為什麼這個noise injection會work呢 好是這樣子的 其實有很多種解釋 在某一些model來講呢 它其實會跟我們之前講的這個v decay會有關係 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這個right regression 好不好 這個right regression 我們知道它的close form solution 可以寫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好這我們之前講過了 好 這個close form solution 你仔細看一下 好其實這個inverse term呢 好這個alpha就是那個right regression的那個hyperparameter 好 那這個alpha呢 後面這個是一個identity對不對 好 那所以換句話說 這一項 是因為你有去regulize這個to norm 好 Lto norm 所產生的 好 所以這個東西是因為你Lto norm產生 這個是一個way decay term 所產生出來的一個turn 好 可是這個turn在這個close form solution裡面 它的效果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把x的這個variance matrix covariance matrix 加上 一個圓圓的nois 對不對 對吧 所以這個covariance method 對沿著對角線呢 會更加上一個圓圓的nois 就是gaussian noise white noise OK 可以嗎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我加way decay 實際上的效果 從數據上來看 其實就是app noise 就是我把這個x呢 這個covariance呢 去加了一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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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對角線走的這個 這個random noise OK 可以嗎 好 那當然這個model 是某一些model 你可以這樣聯想 其實general來講的話 其實 這個noise injection 其實更powerful 他基本上 可以這樣想 就是說 你基本上 因為你 cose function 現在 你有一些新的data 可是這些data呢 基本上x會變 可是y不會變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你這個coast function 你給他很多這種data 你就讓你這個coast function 在train的時候 他是不sensitive to 這個variance of weight 因為你如果這些 很sensitive的話 你這些cost 就 那個c應該是會變的 你知道我懂我意思嗎 可是你現在x變了 y不變 所以你等於就是 encourage這個weight 我去找一些weight 他是不sensitive 這個x的變化 那不sensitive x的變化的話 基本上我就會 試著去找什麼東西 去找那個minimum 我不只是找那個minimum 而且我去找那個minimum 他旁邊都是平的 這樣 如果旁邊不是平的話 他cost變動會比較高 懂意思嗎 所以其實c不會sensitive to 這個weight 那代表就是 我其實去找的那個weight 他其實是一個minimum 以外 而且他周遭都要是平的 這種minimum ok 那基本上這個概念是什麼 那基本上就是說 所以你換裝 你找到的這個w 他所代表這個f 會有這個所謂的local constant的這種現象 就是所謂local constant 是說你帶這個x進去 那只要這個x呢 不要變動太多 或是你稍微變動一點點 這個f的output 是不會變的 ok 那這個主要是你這樣子去做這個noise injection的training 可以得到的效果 就是你的f呢 會變成是所謂的local constant ok 好 好 那這個noise injection也有一些變形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說 那我們是在x這層去inject noise 對不對 那noise很好做啊 其實也不用什麼 什麼domain specific knowledge 那我可不可以在hidden representation 每一層的output 就是那個activation 我也都加這個noise呢 那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真的有人這樣做 你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這個paper 那當然這個paper有討論到就是說 那只要這個要注意的事情 唯一的就是說 在不同層要加的那個noise的那個量 那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 這樣子 好 那不然的話如果加的是ok的話 那基本上效果也不錯 那這邊就可以聯想一下 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可以在hidden layer加noise 那這個其實好像跟batch normalization 就沒有 有點關係 或是說沒有差多少這樣子 好 那我們在講這個batch normalization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 它是一種方法去簡化我的model 讓我的training比較好 train 因為我isolate 每一個歸連的這個update 好 的這個效果 那它其實 在做batch normalization 它的batch是讓每一個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activation 都去normalize by 其他example的值 對不對 因為那個mu跟那個sigma 好 就一個batch 變成mu跟sigma 我要normalize那個mu跟sigma 基本上是看了其他的example 得來對不對 好 那這個normalization其實就變成說 我去看看其他example 跟我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 讓我本身呢 去針對那些不一樣的地方 去做correction 對不對 可以嗎 好 所以如果一個batch裡面這些example 它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可能是這些example 代表它的underline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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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object 其實是class 可能是不一樣 但是如果 也有一個可能不一樣的是 就是 基本上就是因為有一些noise 對不對 好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如果是這樣去做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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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ch normalization 那有一點點這個 regulization的效果 就是 它可以 把這個 noise 那這些noise 是從其他一個batch裡面的example來的 然後把這些noise 也inject到 這個 hidden的這個 representation 的這個 layer裡面 OK 那這樣子的話就等於是 這個 在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它就有一個 noise injection的效果 所以batch normalization 它除了可以幫助簡化這個 這個optimization問題以外 它還有一點這個regulization的效果 好 好 那 這邊就問 那我可以 inject noise 給input 也可以給hidden layer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inject noise 到output 呢 各位來想想看 這個make sense嗎 什麼叫做inject noise 到output 就是讓我的output 明明要output1對不對 可是 我output 一點點noise 就是其他class 好 其實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那其實我們的probability model 其實就是一種model 它的output是有noise的 對不對 因為它永遠不可能output 比如說class是正 或是負它的class正 是1的這種情況 它一定是0.999 就讓它非常confidence 對不對 好 那那個0.001 那基本上就是noise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這樣想 好 那 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說 你這個model呢 如果會有一些noise output 它就是不會always 百分之百的confidence 在這個y裡面 OK 好 那你在training的時候也是這樣做 對不對 就是training的時候 我就算是看到一個example 我predict的y也不會是confident 所以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它就比較有能力 可以容納這個y的這個mislabel的情況 OK 好 所以這個probabilistic model 像neural network的最後一層 其實通常都會用probabilistic 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它其實如果你今天y有被mislabel 比如說有一些這個明明是1 或是明明是1 不小心被label的負一 或是有一些 不小心這個data 這個corruption的情況 那基本上它這種model 是有能力可以去忽略它的 在training的時候 好 那這個就是這個data augmentation 或者它mUolution或者是Noise Injection 這樣的話 就如果約定了